大家好 现在马上要到这个鹤望蓝的花期了 那么一般成年的鹤望蓝 我们要想让它能够顺利的抽花键开花 那么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就要做好这三个改变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更快的创花键更容易开花了 那么要做好了三个改变呢 首先第一个改变就是要控水 之前的话呢 因为温度比较高 可能我们浇水的话呢 适量会多一点 但是在进入花期之后 我们要适当的控水 让植株有这个危机感 这样的话 它才会更容易创花键来开花 这也是我们很多花也在养花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方式 就是控水 等到盆土干透了 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不干不要浇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要适当的增加光照 因为之前的话呢 夏季光照比较强烈 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 会给它进行适当的遮阴 但是要想让它开花 我们就要适当的增加它的光照 适当的增加光照呢 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创出花键出来 那么第三招 就是要适当的追施磷甲肥 之前我们夏季的话呢 可能大家施肥都是施 相对蛋磷甲比较均衡的肥料 那么想要让它开花 我们就要真实磷甲肥 磷甲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花多多二号 花多多二号呢 里面的磷甲含量相对是比较高 蛋元素呢 又不缺施 然后呢 我们将它七十一千倍 每隔七天给它喷丝一次 那么喷丝几次之后呢 它就能够穿出花键出来了 所以要想让这个陈琳的鹤望南呢 能够在花期的时候 顺利创花键开花 那么大家就要做好这三点改变了 好的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